阴沉的天空不见丝毫阳光 似乎是要下雨 山林间没有一丝风 酷热的天气几乎要让人窒息 那位开拓领主要离开 消息可靠吗 并不算宽敞的木屋里 聚集了几十位神色凝重的野人 汉味和香料味混合在一起 在这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发酵 最终成了一种古怪的气味 当然可靠 坐在守卫的野人陈生道 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身材高大 四肢恐无有力 眼睛里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最惹人注意的 则是他那深蓝色的皮肤 这是蓝皮部落族人的特征 作为这片山区规模 仅次于虎牙部落的野人部落 蓝皮部落上一次 也派人参与了鹰嘴羽之战 同样也损失惨重 但显然 与虎牙部落不同的是 蓝皮部落并不甘心臣服 怎么样 敢不敢趁此机会再干一场 蓝皮部落族长利尼亚 再次开口催促道 这次他召集了附近 十三个部落的首领前来 就是为了一雪前耻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他必须要夺回那些被河湾人俘虏的族人 否则缺了这些轻壮 蓝皮部落必将衰落下去 然而 利尼亚的号召并没有得到预想之中的热烈响应 显然 上一次的惨败给这些部落首领 留下了太大的心理阴影 哪怕面对如此良机 也都没有胆量在战 都说话呀 利尼亚忍不住提高了嗓门 你们都被河湾人吓破胆子了吗 终于 有人开口道 我们不是怕河湾人 只是鹰嘴雨那个地方实在太难攻打了 再去也只是让白白浪费更多族人的生命 可你们想过没有 若是错过这次良机 等河湾人真的将城堡建起来 我们就将永远失去这片山林的控制权 到时候我们要么臣服 要么就被杀 被驱逐 我当然知道 鹰嘴雨一手难攻 但我们别无选择 为了守住这片山林 为了诸神的光辉 为了野人勇士的荣耀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哪怕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利尼亚越说越激动 最后干脆站了起来 扯开上衣的口子 露出伤疤纵横的胸膛 蓝皮部落的族人都带有疯狂的基因 在战场上未必是最厉害的 但却一定是最可怕的 他们那诡异的幽蓝皮肤在浸染鲜血后 简直就跟从地狱中爬出来的魔鬼 没什么两样 而现在 被面色猙獰 激进疯狂的利尼亚 饱含杀气的眼神扫过 全场无人不尽若寒蝉 生怕这位蓝皮部落的族长 控制不住情绪 开启杀戮 但就在众人屏息凝神之际 却有一个悠扬的女生想起 我们尤牙部落不会参与此事 说话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女子 她戴着面纱 看不清容貌 但那双美丽的紫色眼眸 就足够吸引所有男人的目光 而且 她皮肤白皙 身形修长 气质高雅 完全不像一个野人 反倒更像是一位 从城堡中走出的贵族小姐 此时的她 就像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 坐在一群土鸡之间 而那些土鸡 还纷纷对她投去贪婪的目光 嗯 也不全是贪婪 至少还有一只蓝皮土鸡的目光 格外凶狠 仿佛要将那女人剥皮抽筋 尤牙部落 什么时候尤牙部落 轮到一个女人来说话 族长鲁恩呢 面对利尼亚 责任而逝的目光 那拉风轻云淡地笑了笑 道 我的丈夫在三个月前已经回归诸神的怀抱 所以 现在尤牙部落的勇士们都听从我的命令 你丈夫死了 难道你们尤牙部落的其他男人也都死光了吗 居然屈服在一个女人膝下 听到这样的不敬之言 那拉身边的两名野人勇士愤怒起身 就要拔剑维护自己族长的声誉 但那拉却挥手制止了手下 语气依然不急不缓 利尼亚 我们尤牙部落不会参与你们的行动 当然 我们也不会向河湾人臣服 我们只侍奉旧神 听从她的每一道神谕 说完 就要转身离开木屋 站住 利尼亚当然不会容许她离开 否则这个联盟还没建立 就要分崩离析了 看着将大门堵住的一众蓝皮勇士 那拉青醋眉头 质问道 利尼亚 我们可是吃过了蓝皮部落的面包和盐巴 你难道要破坏宾克权力 就不怕被诸神所厌弃吗 利尼亚冷笑一声 女人 别跟我装无辜 我可是听说 之前曾有虎牙部落的族人 在打探你们的踪迹 说是那个河湾贵族要见你们 如果我放你走 谁知道 你会不会转身就向河湾人通风报信 那拉叹息一声 解释道 不错 那位河湾贵族确实在找我们 但我已经回绝了她的邀请 若是你还不放心 我可以向旧神发誓 绝不透露你们的计划 我不相信女人的誓言 利尼亚冷冷道 所以就请你们先在我这儿多做几天课 等战争结束 我自然会放你们自由 那拉无奈 也只好重新回屋坐下 利尼亚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重新鼓动其余的部落首领 却突然见到一个身影 从门外走了进来 抱歉 来晚了一步 希望还不算太迟 众人寻声望去 顿时纷纷露出惊恶的神色 因为来人 赫然正是虎牙部落的组长 气漫 利尼亚立刻跑到门口去 亲热地揽住气漫的手臂 哈哈大笑道 我的好外甥 你果然来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是真心实意 臣服和湾人的 虎牙部落的老族掌取的 正是利尼亚的姐姐 不过 由于她去世的早 两家的关系渐渐冷淡了一些 但无论如何 这份血缘关系是一直存在的 是的 舅舅 当初我臣服和湾人 也是迫不得已 但从未忘记过 父亲兄长们的仇恨 而现在 就是我们复仇的最好时机 没错 利尼亚拉着气漫的手 站在会场中央 目光从众人脸上 缓缓扫过 诸位首领 你们还怕什么呢 有了虎牙部落的勇士们做内应 鹰嘴语再也不是固若金汤 难道你们还没有勇气 去一雪前耻吗 见到气漫后 一众部落首领的脸色 就开始有了变化 此时听到利尼亚的言语 顿时不再就犹豫 纷纷出言复合道 好 我们长须部落 可以出两百名勇士 是要攻破鹰嘴语 一雪前耻 我们可以派出一百五十名勇士 我们可以派七十名勇士 会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一众部落首领 仿佛换了个模样 纷纷将自己的最后家底 都掏了出来 准备与河湾人大战一场 利尼亚 携手气漫站在人群中央 接受着众人的吹捧和欢呼 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仿佛胜利 已经唾手可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